天气真好啊 春天就要来了呢 蝴蝶的一生会经历四个阶段 卵七 幼虫七 勇七和成虫七 有些蝴蝶需要树竹的时间才能破茧而出 看来你正好能赶上春暖花开的时间 蝴蝶 小企 蝴蝶 你终于来了 我以为你从来不会离开南极 看 我还保留着你寄给我的明信片呢 真的吗 蝴蝶 这些你都保存着呢 你觉得我可真开心 可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我想也许你能帮助我 大麻烦 你知道我曾是南京最受欢迎的画家 哇哦 哇哦 这画得真美呀 可是现在没有人愿意看我的画了 唉 团长抱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再喜欢我的作品了 小企 你对我们画廊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我觉得你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 哦 下次画展的主题是四季 这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要另请一位画家了 团团你看 这是我新画的四季 冬春夏秋 你觉得怎么样 哦 嗯 这些画看起来都很像 我想你可以试着画出每个季节的独特之处 独特之处 你是说春天当初乱飞的柳絮和花粉 嗯 就在刚刚来的路上我就过敏了 啊 啊 我还听说夏天热得不得了 根本不能出门 哦 哦 还有秋天 尝尝夏雨光风 还是冬天最舒服了 看来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南极 其实春夏秋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该怎么说给你听呢 嗯 我想起来故事博物馆里有一本 关于四季使者的书 四季使者 书里说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有一位掌管四季的使者负责大自然里季节的变换 找到了 这本书可以让你感受到各个季节的美景 好神奇啊 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在遥远的气候岛 这里四季分明 景色十分迷人 神奇的是 不同季节之间的变换 是由一个神秘的职业来完成 他们被称为四季使者 现在我们是四季使者了 嘿嘿嘿 现在是冬天呐 啊哈 我最喜欢冬天了 哦 什么声音 这是四季时钟 看 春天就要到了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哦 哦 嘿嘿嘿 嘿嘿嘿 哇 哇 嘿嘿嘿 喂 春天有碧绿的草地 和五彩缤纷的花朵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色彩 让我来画一下花朵 嘿嘿嘿 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就这样 四季使者挥动着他们的画笔 春夏秋冬在他们的手中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生命不止 四季好有趣 有这么多好看的颜色 是啊 我很喜欢旅行 就是为了看到各地不同的风景 哎 我有灵感了 哎哎哎哎哎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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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不起 猪猪 等我画完了你再来看嘛 哦 哦 完成 啊 哇哦 好有仪式感 嘿嘿 请欣赏我的全新画作 四季系列 噔噔 哦 哦 刀 吹 下 秋 哦 这个嘛 色彩更丰富了 但是这些看起来还是像冬天 嗯怎么办 我肯定完成不了四季化展了 小奇 啊 你看 蝴蝶破茧了 喔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刚刚破茧的蝴蝶 哈哈 哦 走 我带你去体验真正的四季美景 猪猪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平时可喜欢来这里了 你看 宁春花开了 柳絮也发了芽 樱花也绽放了 是不是很有趣 夏天还更好玩呢 可是夏天还有很久才来吧 也不是哦 不同地方所处的季节也是不一样的哦 这里的水居然是暖和的 夏天真好玩 猪猪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我带你去感受秋天 小琪你看 这些叶子的颜色好漂亮 秋天的树就像我失去灵感一样 没有了生机 这其实是大自然的规律了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这些落叶落入土中变成养分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又会长出新的叶子来 所以 我不是灵感枯竭 而是正算变化 我该怎么变化呢 我想你可以换一种角度画画 把你体验到的不同季节的感受画出来 画出 我的感受 我要回南基好好练习一段时间 为下次的画展做准备 嗯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对吧 我喜歡 当时你一定要来参加哦 好啊 我以为他不会再看画展了呢 因为他的画作运质都是一样的 大概是的这次画展没有信心吧 看 只有一幅画 还是和以前一样都是冰川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这 这 抱歉 我迟到了 没有 时间刚刚好 奇妙四季主题画展现在开始 画的都是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风景 请问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啊 为了这次画展我去了很多地方 填了各个季节的媒体 谢谢你 猪猪 是你带着我去感受了真正的四季 才能让我画出完全不同的作品 不用客气了 我们是朋友嘛 小奇 这次的画展太棒了 小奇的画展获得了空前成功 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感受四季美景 当我们遇到困难 停止不前时 我们需要去见识不同的风景 视野会变得更加宽阔 猪猪 你的信 谢谢 猪猪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 我再收起更多的灵感 等我再次办画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哦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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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